谁敢说自家是最好吃的拉面 大概一定会被泡翻 说到日本拉面各有拥护者 每个流派也各有千秋 不过说到一兰拉面是最有名的日本拉面 这一点大家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一碗面的成功 是注重在它的商业模式价值 当你在酸一兰拉面没那么好吃的同时 人家至少很成功地在世界各地插旗 并拥有一定的知名度跟商业价值 为什么我家隔壁的阿姨面摊 没有办法靠一碗洋春面扬明国际 在巷子里煮了一辈子的面 这两者之间可以比较吗 答案是yes 在1960年代的福岗市 一对夫妻经营的小面摊 当时不叫一兰拉面 而是叫做创业拉面 煮了一辈子的面也到了退休的时候 原本这个味道准备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却由一个毕业于第一经济大学 并且学习餐饮馆里的19岁年轻人及富学 接下来这个小面摊 一路发展成今天的一兰拉面 这从中的过程跟曲折 是我们这支影片今天要讲的商业主题 可以煮好一碗面 受到大家爱戴的是职人 但能够成功地把一碗面的模式 复制到全世界的是生意人 我们先来从产品面来看一兰 日本拉面的面条又称中华面 源自中国陕西、山西 传到了日本的拉面 逐渐发展成日本人自己的文化特色 以汤头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通常使用豚骨、酱油、味噌等材料 来熬制汤头 让汤头浓郁、热味道 加上配料的灵活搭配 例如煮蛋、叉烧肉等 让人可以享受到各种不同风味的拉面 更发展成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流派 有用鸡汤头的、鱼骨汤头的 还有浓到筷子插进去汤里就立起来的超浓口味 可以说得上是百家争鸣 而一兰拉面属于最经典的豚骨汤头拉面 不像现在各大品牌的拉面店 发展很多种的口味 基本上一兰拉面就一种汤头 调整浓郁度、面的硬度、跟辣粉的程度 其他的那些周边配料 像是加入或加蛋、或加葱或加蒜 那都只是在配料上做调整 基本上在执行长Tron看来 一碗豚骨拉面就是一兰的产品核心 特别的是他可以单点一碗白饭 而且很奇妙的是他就是卖一碗白饭 想当然而就是面吃完把饭加到汤里 不像其他拉面店 使用叉烧碎肉跟葱制作出来叉烧饭 单单的一碗白饭 看起来除了加进汤里 配其他东西很奇怪 所以大部分的人吃法就是叫一碗面 再叫一碗饭 把面吃完剩下的汤把饭倒进去 这是几乎我看到每个人的吃法 坦白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光是他的面跟汤头 就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几乎也不用太烦恼 有什么选择障碍 就是浓度 面的硬度 辣度 就这么简单 其他繁杂的配料 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再去单点 这就是很道地的一篮拉面基本吃法 专精于某项技艺 并将其发扬光大的人 以日本人的话讲 就是职人或匠人 所以常看到一生玄命 一面入魂这些精神词 但是 吉父学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位派遣公司的创办人 擅长管理企业 但对于拉面却有着热情和执着 有一天 他走进了一家小小的拉面摊 被那里的味道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发现这家店已经经营了30年 老板夫妇即将退休 这个店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 但是 这家店的味道 却让许多老主顾都十分留恋 吉父学也被这个味道深深地打动 于是 吉父学下定决心 他要买下这家店 继续让这个味道传承下去 他放弃了自己的派遣公司 孤注一掷地投入到拉面事业中 他开了一栏的第一家店 并经过一年的经营 他成功地让这家店重新焕发生机 成为了当地一个知名品牌 在日本卖拉面的人这么多 一个生意人如何把一碗拉面做成品牌 我们来看看吉父学这个人有什么经营秘诀 我们先略过什么独家汤头 赤红蜜质酱汁 特色加面模式 点餐模式等 这些一栏拉面自称五元组的特色 执行长TRUMP带大家直接抓出真正核心的特色重点 首先 一栏拉面的特色就是他的座位区 与一般的拉面店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吉父学的说法 他发现 很多日本的女性吃拉面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原本的日本拉面座位都很紧 大家吃面都是排排坐 肩贴住间 师傅在客人前面忙活的煮面 吉父学就想到用隔板打造出个人吃拉面的私人空间 每一个人可以很专心的 在自己的空间里吃住拉面 师傅送上拉面后就会把帘子放下 说穿了这个就像独立的K书中心或网吧 虽然好像吃了个寂寞 但吉父学把它取了一个好名字 叫做为集中吧台 听起来很厉害吧 还把这个模式去申请专利 怕别人模仿 如此一来也形成一栏拉面最重要的特色 从这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出吉父学 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 充满创意的经营者 这个执行长Tron认为 是一栏拉面最具代表性的特色 隐藏在下面的成功密码 就是翻桌率会特别快 因为就算朋友间的用餐 隔着板子也不会互相聊天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很快的一碗面就结束买单 下一组准备进来 第二个我觉得也是一栏拉面的经营特色 现在大半夜的想吃碗拉面 你的选择有什么呢 24小时的一栏拉面 就是你能随时想到的记忆点 但现在少子化的社会 要开24小时真的有点硬 这也是后来吉父学惹上了一些麻烦 这不是今天主题 有空再做一集讲 第三个特色是一栏拉面 开发了很多半成品 现场排不到的人 或懒得排队的人 随时买这些现成的回去煮 重点是价格也不便宜 但一栏拉面说实在的核心产品很简单 它就是一种豚骨拉面 没有其他的任何汤头组合 就是浓度跟面的硬度差别 所以开发外带产品的组合 就会变得很简单 用餐完买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结账区 还摆着想办手里的选购区 不想排队 但是又想念这个味道的人 随手就可以买一些回去 以还原度来说还挺高的 至少跟便利商店买得到的 号称拉面名店推出的泡面比起来 一栏拉面的外带包吃起来 比较像真的拉面 也就是在周边产品的开发上 一栏拉面下了不少功夫 积附学 凭集住个人的努力 跟独到的眼光与商业头脑 很快的就获得了成功 这样的人生胜利组 就真的一直一番风顺下去吗 2004年 一栏拉面已经成立了11年 经过努力和奋斗 已经在日本本土拥有15家分店 并成功进军东京市场 然而 正当吉父学 以为一栏会越来越成功时 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震惊的事情 他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桌上放着30封员工的辞职信 在这30封辞职信中 有四分之一的员工 是他最信任的第二把交易 更有他从小学就认识的好友 这些曾经跟他称兄道弟的人 竟然选择在一栏总店附近 开设了竞争性的拉面店 让吉父学对人性的信任和信赖瞬间瓦解 他感到无助和孤独 甚至想要从九州到600公里外的京都 去自我了断 曾经的他一人坐拥法拉利等7辆名车 游艇 赛马名居 一出手就是上千万日元 却也填不满心中的空虚 直到这30封差点逼死他辞职信出现 但是 他最终选择了重新开始 出售了所有的名车和游艇 开始大量阅读 他深思熟虑之后 于2006年颁布了全新的一栏经营理念 以员工的内心为重 所有的目标和行为都应该从爱的出发点出发 而不是从欲出发 尽管一栏是一家拉面连锁店 但吉父学将员工定义为知识劳动者 一栏的福岗总公司和东京办事处都设有图书室 并有专门的网页 供员工分享阅读的感受和启发 吉父学尤其注重研究 不论是针对面条 汤头还是酱料 每个元素都有专门的研发团队 这个重新开始的过程并不容易 但吉父学逐渐找到了新的方向 他明白到只有真正关心员工 并从心底照顾他们的需求和新生 才能真正经营一家成功的企业 一栏经营策略的转变 让一栏的业绩逐渐回升 这个转变不仅在日本市场获得了成功 更开拓了海外市场 如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 成为了当地消费者心中的美食品牌 对于吉父学来说 这个经历 让他深刻理解到了经营者的不安和孤独 他从此明白到 一家成功的企业 不仅需要有业绩和品牌 更需要关心和照顾员工的内心世界 这个理念 不仅体现在一栏的经营策略中 也影响了吉父学 对于经营的看法和态度 吉父学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 经营一家企业 不仅需要有实力和智慧 更需要有人性和关怀 当经营者真正关心员工 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价值和信任时 企业才能真正繁荣发展 这一集的故事 告诉我们人生的成功机会无处不在 你是否曾经吃过觉得很厉害的小吃 但你知道它即将结束 只是因为不懂商业经营策略 而即将很可惜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复制成功并不难 尤其在现今的社会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复制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想要创造出具有前景的品牌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与我们的顾问初步聊聊 让我们了解你的问题 并且找出可能需要的资源 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经验 辅导过许多缺乏资源的品牌走向成功 执行长Trump的团队本身就是连锁品牌的创立者和管理者 其下业辅导不少品牌共用资源 创建版图 如果你有企业管理上的问题 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实际的资源 包括利用我们的通路进行招商和加盟 我们甚至可以提供你用最小的成本 在台北京华区建立卫星总部 如果你不擅长行销和法律整合 透过与我们结盟 可以让一切事情都变得更加简单 让我们一起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让你的品牌走向成功 最后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有用的创业资讯和实战经验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 我是执行长Tron 我们下集见